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91以后他对纽约的重建包括恢复美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信心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通常来说一个市长直接来选总统这个是比较不多见的 那你也知道后来他确实也参加过几届的这个总统的选举 所以美国人对他还是很了解 那么他在纽约担任市长期间 这个之前他也是纽约的一个著名的这个联邦的这个检察官 所以说他当上市长以后呢 他采取了所谓非常这个tough的这个policy 针对这个crime等等 所以纽约的这个治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确实是不错 当然确实也很多美国的民权团体认为他是违反了很多这个美国的美国人的民权 主要当然是指黑人的这个民权 所以他也是一个当然自身也是一个律师 Michael Cohen这个问题你也知道他前段时间被这个被调查 被调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给Stromy Daniel这个暴风雨小姐 这个13万美元究竟是他付的 还是这个特朗普后来reimbursed他 那么潜在的来说 就是本身特朗普跟这个艳新有任何的绯闻倒不一定违反什么法律 但是如果在这个钱的交易当中比如说在选举前的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你给一笔钱那么这个给了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个暴风雨小姐如果他不给他 那么他可能会讲出一些话来潜在的可能会影响选举的结果 那么这个确实是需要向这个联邦的选举委员会来报告 原因是他潜在的有可能影响美国这个普通选民对这个选举的判断 那当然如果是特朗普受益或者是特朗普在之后又reimbursed他 那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严重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那么特朗普在很多的场合 包括在有一些在飞机上 接受美国的这个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他也非常斩钉截铁地说 他跟这个Stormy Daniels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朱利安尼最近刚刚被掩揽到他的新的这个个人律师团队里面 不是白宫的律师是他个人的律师 那么前后确实讲了一些这个相对比较矛盾的话 因为他作为他的律师 作为特朗普的律师第一次似乎是承认 这个特朗普是知道这笔钱的来历 那么这个事情 这个所谓的这个跟Stormy Daniels签的合同 然后之后以某种方式在reimbursed 那很快的他又出来纠正 因为特朗普也发了个推特说 这个Rudy好像还不是太了解事实 那么Rudy他昨天的时候也讲到 说这个我是他的律师不错 但是我毕竟刚刚上任没几天 那么大约有这个一百万以上的这种页数的这种document I need to review 所以在事实的部分也许我还需要更多的了解 但是在法律的部分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这个特朗普跟这个人没有关系 他讲即使是他要做这件事 也不是因为他跟他有绯闻 而是说特朗普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家族和集团公司的老板 那么这个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 不一定这个交了付了一笔钱 就一定是他有这个错 也许是他说那省得对公司形象造成伤害 在这个案子里面可能会对这个Melania 或者是他的家庭造成伤害 那他即使是给这笔钱 首先没有即使给这笔钱 也不一定就代表这个总统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所以他现在用这种策略来帮特朗普洗刷 你觉得特朗普有可能开脱这样子的指控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难 而且事实上他这样讲了以后 更加muddy的water 就是也有不少的这个法学界的朋友说 那你这样说的话 不但是让特朗普处于一个更加危险的这个法律的境地 同时也让你这个律师 未来也有可能接受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这个调查 因为你自己公开的都在电视里提到这些问题 如果你不提 那么这个特朗普跟你之间 当然是有所谓的attorney client privilege 但是你自己都这样讲的话 那潜在着你自己也subject to investigation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 作为他的律师恐怕还是以不讲 或者是非常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来讲来做发言 可能会比较好 你觉得特朗普是不是不太把这个stormy daniel 这个艳心的一些说辞啊 还有证据也当回事 要不然他怎么会一直踢到铁板 你会想说像他位高权重 然后身边人才济济 他应该可以找到 不会帮他掉链子的律师吧 怎么会他找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呢 我觉得他 当然他究竟怎么样 为什么要选这个Rudy Giuliani 就是Juliani市长来做 我觉得可能各种考量 但是事实上他Rudy是他的这个新成立的 这个个人律师团队里面的一员 这个律师团队里面有些律师 是专门做这个就是法律的程序的部分 他们做得非常好 也是华盛顿这个非常powerful的律师 比如说未来潜在的 有可能在宪法的层面 来挑战这个特别检察官 或者是在这个criminal law上面 来挑战特别检察官 special counsel law这个部分 Rudy Giuliani obviously就是他在这个美国的republican里面 事实上在很多美国民众里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他被认为是一个英雄的市长 所以他有很大的这个个人的这个charisma 所以他很多的时候还是用他来做这个 类似于像律师团队的发言人 那么同时他又非常懂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 他可能还是考虑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律师 他是比较不善于在公共的场合里面 接受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挑战 那obviously Rudy Giuliani 是一个这个部分比较适合的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他对事实的部分 确实还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 因为你就算是再好的spokesperson 再好的律师 如果你对事实不了解 那你讲出来确实是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客人 也就是特朗普总统陷于不利的境地 那你觉得特朗普在这个Storming Daniel 这个艳新的绯闻案件上面呢 一直用错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会不会被这个封口费的这个绯闻打倒呢 well 所以这个很多这个特别检察官 现在在调查这个Michael Cohen 也搜查了他的办公室 包括他的hotel 就是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 特朗普本身跟某一个女性有这个绯闻 尤其是在总统选举之前很多年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决总统 那这个本身并不会影响什么东西 但是会影响的就是在这个选举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花了一大笔钱 那么去试图影响某一个舆论 或者是这个不想让某一个舆论爆发出来 那么这个潜在的你是有可能要这个用钱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影响选举结果 那这个你确实是需要向联邦的这个选举委员会来申报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申报本身虽然惩罚很有限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随着特别检察官案子的进一步的这个展开 那么肯定还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legal challenge 来自于这个特朗普阵营的 或者是Robert Mueller去挑战特朗普 包括特朗普究竟最后会不会接受质询 这个质询是被强迫的Sepina呢 还是总统以这个像比如说以前像比尔克林顿事件 是以这个自愿的方式出来等等 所以这个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方面的挑战 我只是觉得身经百战的特朗普 如果栽在这个验刑Stormy Daniel的案子上面的话 那就是可能是他自己一直深谋远虑的算计 都没有算计到的事情 哇这个历史上很多这个都有很多身经百战的人 可能比特朗普更加身经百战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尼克松总统 那么你也知道他当然是身经百战 他选上选上这个总统的时候 是非常高的这个这个民意的支持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他可能根本自己都不认识的 一个最基层的这个这个这个志愿人员 因为就卷入到水满最后导致了他他这个下台 比尔克林顿曾几何时会想到他自己的命运 差一丁点就被一个这个稚嫩的这个白宫的女实习生 给掀翻掀翻下马 所以you never know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特朗普还没有到那个那个层面 不过你用的Robert Mueller 我觉得跟之前的Ken Starr 就是这个比尔克林顿的特别检察官来比较的话 Robert Mueller跟他做形式的作风完全不一样 Ken Starr是比较喜欢在媒体里面经常去讲各种事情 Robert Mueller你像他被提名检察官以后到现在 你觉得他讲过任何一次话 他永远都不讲话 所以这个也许是一个深藏不漏的人 你始终不知道我多不愿微笑 所以说这个看人是就是相当的重要 那么其实现在特朗普呢他人生好像又除了这个低潮之外呢 他有可能有可能在今年会面临一个高潮 就是因为有人说这个特朗普应该要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知道特朗普前阵子跟朝鲜的领导人 金正恩一直隔空叫骂把最恶毒的言语都互相这个骂出来 然后才短短四个月时间呢 特朗普跟金正恩似乎要化干戈为玉帛 所以有人就想说这个如果特朗普跟金正恩会面之后能够让朝鲜把这个他们国家去核化的话呢 那么特朗普绝对是明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可是我们在这个跳这个痛跳一下子从这个宴席门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我想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即将要举行的特金会的地点会是在哪里呢 现在有一说是在这个板门店 然后今天早上又传出说是在新加坡 我想这个也是特朗普他本身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有一些耸动性的新闻啊 这个把这个一些秘密保留到最后 但是同时他又经常的放出各种的风声来使你这个产生不同的这个判断 所以这个究竟是在板门店 那当然前段时间这个朝韩领导人在板门店有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这样一个会面 所以是一下子是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面 那么就出现了这个一度的这个比较缓和 但是后来这个特朗普也在一再说这个韩国的这个文在寅总统 也一再的向他强调向他感谢 就正是因为他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的十多个月当中 给了朝鲜方面巨大的这个压力 那么同时赢得了中国对美国在这个部分的支持 所以使到这个朝鲜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发生这次的这样一个谈判 所以之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像比如说诺贝尔和平奖等等 我觉得这个国际社会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是搞笑 但事实上你要想在这个前总统奥巴马这个上台不久的时候 他就拿到了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 所以当时国际上有一种笑话 就是这个美国总统的拿诺贝尔的这个标准是比较低的 基本上只要你不发动战争就可以了 那么更何况特朗普潜在的如果这次这个谈判发生 那么最后确实导致了朝鲜放弃核武器 放弃可以威胁美国的这个远程的这个导弹的研制等等 那朝鲜的半岛的和平带来了曙光带来了春天 那我觉得潜在的特朗普确实他也许不是他一个人获得 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朝韩领导人潜在的也有可能获得 那么他们来分享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事实上就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首先这个特朗普跟金正恩的会面还没有发生 而且这个依照特朗普和金正恩历史上的这种为人表现 那么不到最后一分钟发生 那他确实还是有可能不发生 尽管现在看起来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特朗普昨天还在讲就是第一他这个一定会发生 第二呢他也知道在哪里发生 尽管他没有告诉任何的人 也有人说可能会在板门店 那么相对来说从后勤的这个保障的方面可能容易一点 也有人说在新加坡历史上其实还传出来 比如说像瑞士 比如说甚至在中国的北京那都有可能 所以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谜 我想国际社会也都非常anxious 看看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发生 但是其实归根到底这个地点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重要 关键就是他们见面以后究竟能谈成什么样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上午的时候这个众议院的国防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还在讲 他说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他认为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发生 他说第一可能朝鲜确实对自己的核的program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信心 应该经过这么多次的测试了 那么这个时候来谈 他觉得他信心是够的 而不是说我这要是冻结了或者放弃了 那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开发我的核武器 第二一个也确实有可能是特朗普总统为领导的 这个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个经济的制裁啊等等 确实发生了作用 那么第三一个可能也是这个韩国这个朴槿惠下台以后 那么换上了文在寅 相对他是比较喜欢走阳光路线 他觉得应该跟北方 毕竟他们是一个民族 那么同根同种来改善这个关系 那么确实可能综合的原因嘛 再加上中国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里面 按照特朗普的话说 也是在发挥的非常积极的和正面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如果发生是可能的 但是呢 更多的专家会认为 即使是发生这样的所谓的特经会 也不可能达成 比如说美国所希望的 美国所希望的不是冻结 美国所希望的也不是说停止 或者是美国人希望是彻底在朝鲜半岛 就没有核武器 eliminate核武器 同时还要加上就是朝鲜要彻底放弃 可以打到美国的这个远程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研制 那么这个部分朝鲜部分能否接受 至少历史的historical records 目前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因为历史上朝鲜方面跟美国有多次的谈判 也有多次达成协议 当然更多的是达不成 那么最后其实这些协议也都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执行 所以就是看这个第一次特经会的内容跟结果 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美国这次是不是又给朝鲜刷了 是不是 然后但您刚刚讲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对美国总统的标准其实比门槛比较低 你只要不发动战争 你就有可能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如果这个标准用在特朗普身上的话 那特朗普肯定不会得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已经这个应该算是开打了吧 对不对 因为上个礼拜这个美国代表团到中国 谈了两天之后呢 回来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然后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家觉得 美国的标准对中国提出来的这个要价太严苛了 所以造成这一次第一论谈判的这个流产 那么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谈判呢 根据这个中方和美方谈判以后各自发表的声明 你就会感觉到这次谈判其实没有达成什么重大的这个成果 那么双方基本上表示就是第一呢 这样的谈判这样的见面和谈判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双方的交流也是非常中肯的 非常Frank 但是呢确实在很多的问题上还是有这个重大的这个分歧 比如说美国希望中国在未来的两年当中能够这个尽快的这个减少 甚至消除中美之间目前存在的所谓的贸易的巨大的这个 按照美方的讲法是巨大的这个赤字 巨大的逆差 那么同时呢这个中方呢要在这个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在这个市场的准入的方面 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美国产品能够得到国民待遇等等 确实有很大的这个这个差距 那么我记得我看到这个有一篇文章还提到 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个专家写的 说这个确实对于中方来说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一个一个一个清单 一个谈判的清单 他说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方的代表团 这个高级别代表团到华盛顿来 那么开出一个清单 要求这个特朗普总统你在未来的两年以内把美国宪法改掉 那他说这个确实是比较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美方按照特朗普的从他的这个写书 如果这个这个所谈谈的技巧 谈判的艺术间的 他可能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要价会比较高 那么我想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特朗普关于给corporate tax减税 开始的时候是35% 他说希望讲到15% 那经过各种各样的谈判以后 现在达成在21% 那这对特朗普来说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内政方面的成果 那么至于跟中方的谈判呢 当然更复杂一点 毕竟他不是美国的内政的问题 那么中国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中国有自身的这个国家利益方面的这个考量 所以我相信这个第一轮的谈判绝对不是最后一轮 那么中方 中美双方如果爆发贸易战 那当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包括很多的美国的这个议员也好 这个企业界的人士也好 但是还有很多人在urge 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还是跟中方要保持这种谈判 就是单边的这个一对一的这种谈判 而不是公开的经常的在比如说推特上 或者是在很多公共的媒体上进行这种高分贝的这种挑战 那么因为那样的话 双方第一没有面子 第二也不可能达成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一般还是更多的人还是希望 就是可能也还是审慎的乐观 就是中美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那么在这些部分能够达成某种的妥协和谅解 那么究竟达成什么样的 那我觉得这一轮谈判显然通过这一轮的谈判 并没有看出任何的这种未来谈判 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方向 您刚刚又讲到说这个特朗普总统 他是一个很懂得怎么样跟人家谈deal的一个生意人 他通常会先把价码抬得很高 然后再让对方去砍杀 但是问题是这次中国他到底还要什么退路去砍呢 你要让他砍 你要就是说中间达到一个两个人都可以同意的一个价码的话 你要让对方有退路可言去谈这个价码 我是觉得就是中美的这个关系 它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系 它当然它的将近六千亿美金每一年的这个贸易额 是一个关系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但它肯定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它不仅仅是对于双方来说 事实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它已经跨越了双方这样的一个层面 比如说朝鲜半岛 那么特朗普就用特朗普总统本人的话讲 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面 不论朝鲜半岛现在发生了 比如说和平的曙光也好 和平的春天也好 发生了一些改变也好 那么他其实特朗普总统在很多的场合都在说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对他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 那么那么其实他在上台前 那么一再说就是上台以后 他就要对中国大规模的征收关税啊等等 但是他上台以后十几个月以后才做这样一件事 那么我觉得对这个美国的记者 尤其是自由派的记者 其实一直是在逼问他 就是你不是说上台第一天 就要把中国列为这个汇率的操纵国什么的 他的回答是说 他说OK那你看看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我们一方面需要中国在朝鲜的部分 给予我们巨大的这个合作 一方面我说 哎顺便我给你一个一个massive的tariff 他说有这样跟别人打交道的吗 试想一下 如果他特朗普确实兑现了他的这个竞选的承诺 就是在上台的第一天 把现在做的这个所谓贸易战 第一天就开始做 今天的中美关系还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吗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 我其实在接受一些国内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也讲过就是中美的关系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关系 假设我们把中美关系形成是我们家 这个形容称是我们家里用了一个大衣柜的话 那么经贸关系它是应该是一个小的抽屉 也就是说这个抽屉发生的问题就应该拆抽屉里面解决 而不是因为抽屉发生问题把整个大衣柜拆了重来 所以中美关系它第一它对双方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 事实上它对世界也很 它已经跨越了这个双边关系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不论未来的中美贸易战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不是要有贸易战 那么它还是应该把它仅仅 最好还是放入这个冒冷的层面加一截 如果把它犯政治化以后 那么中美双方如果真的爆发所谓的热战 那么这个全面的在各个方面发生这样的所谓的热战的话 那事实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爱你 快乐走得太骄傲 不痛不痒 参加的表情 只能骨骚表象 天知道